它现在的表现是不明显 但是因为你回去到下午之后 它这整个就会皱掉了 刚采下来的蜜枣有的已经明显烂掉 在地上堆成一堆农民看了好心疼 因为春节期间的雨水加上寒流 原本预计过年后要采收的蜜枣 陆续出现寒害状况 除了采收时能看出的裂果烂果外 采收后的蜜枣放置几小时后 还会缩水出现皱褶 损害严重 寒流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发现 有很多会有这种 像我们把水果拿到冷冻库去冷冻 然后再退冰出来的时候 那种动手的现象出现 那有的是会在这边裹尖这边 会形成皱褶 或者是那种 刚开始发现的时候 你会像那种晒伤的情形 然后它慢慢会皱掉会缩水 除了平北地区的部分藻原 有含害的情形 平南地区的连雾也有类似状况 平东县政府农业处持续关心农损状况 及时回报农委会 那目前来讲我们正在持续观察 这两项作物的一个损害状况 特别是说在回温之后 会不会有发生落果或者是等等 相关的一个情形 那这两天我们也请这个乡镇公所的农业客人员 在上班之后第一时间先到产地先进行巡视 那如果有发生整个灾害的状况 含害状况的时候 请他们第一时间来以输报单来承报到县府 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回报到农委会这边 按照天然灾害救助的程序来去办理 除了天然灾害救助 农民希望未来政府能补助防寒设施 及催生以含害为理赔标准的蜜枣保单 以降低农损风险 但是风灾保险它只有保风灾 但是我们我们这种含害它没有保 所以当真正含害的时候 是有可能会全部就没有收 翠绿的蜜枣挂在树上 近看有许多果实已经冻伤 就算表皮完好无缺 采下来后也有可能会有持发性损害 县府近日正在统计 因此颇含流所造成的农损 希望能为农民争取到相关灾损补助 评论新闻张如云刘建荣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